儒家正天人合一 道家正重归自然 世家正智慧超度 诗言智 书见性 话达义 范增国学讲堂 畅谈儒道士 诗书话 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佛 法 生 我们念的佛经理 不那么佛 那么法 那么生 这个佛法 生 佛就是绝业 法就是正业 生就是静业 就是你世心里面 这个三个宝 你要真正的保障好 使它不受外界的侵扰 你有了佛 洁迷 就不能对你产生一个影响 你有了法 正业 心归于静 生就是干净 而且因而不染之后 见自信的三生佛 佛法 生这三个 正 正 静 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而不讲佛是佛 法是法 生 生 正也包括了一于静 静也包含着自信三生佛 自信中有三生佛 有过去佛 有现代佛 有未来佛 这些东西都在自己的心中 妙法了解讲 当一个人真正得到 无上正正正觉的时候 在他的前面会涌出一个多宝塔 其实多宝塔是真实的存在吗 不是真的存在 也是心灵里豁然出现的一个净土里面多宝塔 它呈现了净土的灿烂辉煌 我们在灯黄壁画 尤其盛堂壁画的洞窟里完全可以看到 那是个流离世界 珍珠玛瑙 仙月飞天 那是一个彻底的莲花的境界 一个无染无垢的境界 那么这个仙境到底是存在不存在呢 它是存在在心里的 多宝塔也是从心里冒出来的 不是讲一个实体 佛想讲 太阳就是智 月亮就是智 月如智 月如智 我们人类 两千五百年前 所能看到的 最靠近我们的星球 就是太阳和月亮 而太阳和月亮 它的运动和地球的运动 亿万十年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很久不变的状态 人们把太阳当作是智 而把月亮当作是智 那么智慧这两东西就是热月 智 它发源于智 这个慧不是一个阳光体 而智是一个阳光体 这个智慧这个词的内涵 所以讲我们要使自己智慧具足 既有智又有慧 既是一个阳光体 也是一个受光体 智和慧实际上不可断然离开的 一灯能处千年暗 一智能化万年鱼 智慧它像太阳一样 它想能够照亮你的心灵 每个人心里 有时讲像一像灯 这长明灯是个佛心 佛心照在那儿 它不会熄灭的 在一个庙里要长明灯泄的 就合上大的机会 风吹不息 雨打不息 它一定要使长明灯永远亮着 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心灵 心灵里的长明灯 一定要使它永远发光 慧能大师底下讲的地狱和天堂的问题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心可谓天堂 亦可谓地狱 这完全在你自己 当你恶念一生 心里黑暗 就像地狱一样 你心里一崇散 你心里像天堂一样光明 其实从佛到魔鬼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我这儿讲的佛不是彻家蒙尼 而是自信的佛 魔鬼也是讲的你心中的魔鬼 这个魔鬼和佛 随时都要注意 一念之上你是个魔鬼 一念之上你是个佛 你想到善的时候你是佛 你想到邪恶的时候你是个魔鬼 我最近看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片子 应该拿到日本去演 就是腐顺战俘营 这腐顺战俘营几乎证明了一个观点 魔鬼是可以变成佛的 这个战俘营的人都是血债累累 在战场上杀人如麻 而且他行刑的时候非常凶残 他们因为是在战场上缴械投降的 凡是缴械投降的不能杀 因为对他们都要经过审判的 当时在佛顺工作的同志都非常愤怒 讲这些屠杀中文人 我们还做好菜给他吃 最初他们刚进来的时候 因为最高的到中将 他那个法师师的精神还有 看了一个战犯的条例 他们把它撕下来 撕得粉碎 可是在几年的共产党的一个感化政策下 结果这些人在审判他的会议上 产生了世界审判史上一个奇迹 所有被审判人都痛苦流涕地跪下来 他说希望能够除我一极形 每个人都感到非常惭愧 可是后来呢 最大恶极的一个人也仅仅判了20年 其他的最比较亲的十几个人当场撕放 他们简直不会想到这种感化 我想全世界的俘虏营 没有一个可能做到这样 后来这些人回到日本以后 他们又重新回到府顺 他们集资修了个碑 就是惭愧地向中国人民道歉的碑 正面的是写的 中国人民为抗人牺牲的劣势 涌吹不久 后面是自己永远感到无限惭愧的一个碑 这个碑现在立在腐顺 这个事情使我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 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教育犯人的方法 我们可能认为是不是太轻松了 应该使他进了监狱以后有恐惧感 有恐惧感 他会对社会产生一种复杂的逆反心理 到了监狱里以后 改造的过程里 应该使他心里的一个黑暗渐渐消除 使他重新点燃他心头的一个光明 这个就是在佛家讲来 就是佛和恶魔也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 可是从佛的角度来讲 恶魔和佛没分别 有分别性就不是佛 有很多学佛的人 像吴敬常他读大泥潘经 发达他读法华经 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 直到他看泥潘经 还有玄学禅师都唯墨经 接不得其门而入 乃先后拜慧能 慧能就为是为他说佛 说佛内容就下面这句 诸佛庙里非观文字 所谓但性佛无言 莲花从口发 他就对这些人看了很多经典 看了很多年 可是还看不通 可是慧能的不是智 不是智的人 怎么能教导失智的人呢 这就是慧能 禅宗的最重要是心物 为什么神秀这么了不起的大的佛学家 最后在武则天和唐宗宗面前推崇慧能呢 当时神秀家 慧能虽然不受智 可是他得以自己的心物 要比我们深 要知道佛 它是不止于言说的 佛你能够看到 能够知道的 就是你本心的 心外没有一个什么佛 心外无佛 是谈经的最了不起的一个想法 我们都讲佛教 它有丛林 丛林就是庙宇很多地方 有殿堂 有照相 有佛教的壁画 其实这一切都是佛教的方便法门 真正的大居士 你叫于于这些人 有了个佛庙以后 他对佛就更知道了 不是这样 他们说心里的佛 他不是一个偶像 也不是庙堂 就是心外无佛